三名男子大白天路边喝酒 袁警直觉有意上前盘查 三人浑身酒气不但拒绝配合 还飙骂三字经 混乱中嫌犯包包掉出毒品 当场人赃俱获 致袁警力把三人团团包围 但对方失控用手指的警方不断飙骂 袁警一个往后拉 把对方压制上铐 另一名嫌犯顾着拿手机反搜证 最后被袁警出手制止 事发在一号下午两点多 嫌犯都在落口喝酒现象还身 引来虚弱袁警关切 禁搜出K大命196.7公克 毒咖啡包35包 对方恼羞标骂还动手袭警 打坏袁警手表通通被依法就办 他吓掉他觉得都 声音怎么蹦蹦蹦这样 打出来看 因为外面到底一开始 是什么样的状况也不知道 就知道好像有人在打架 唯其中一名男者见警方盘查情绪激动 打妨碍公务的程度 遂以压制逮捕 嫌犯持有毒品当场人赃俱货 但他们不断呛响还打警察 下场就是被警方压制 记者黄天耀陆雨昕先报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您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